公路总局在农历春节期间 鼓励游客可以搭乘大众运输系统 要开放客运和游览车等 可以行驶书花改的路间 行车速线是50公里 并且要和前车保持100公尺的安全车距 提醒民众行驶书花改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公路总局表示 为了提高行车效率 规划在苏澳、花莲和平 还有花莲崇德地区尖峰时段 要实施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 开放大客车可以行驶书花改路间 三天以上连续假日的一个交通尖峰时段 那我们书花改路段会开放 那个路间的部分 也就是紧急空间的部分 供大客车行驶 但是我们一般的小车是不能开进来的 不然的话还是一样会遭到所谓 行驶路间会受罚的 那开放的时间是在2月10号 就是小年夜这一天开始 到初二 这是早上5点到下午5点 是双向开放路间工大客车行驶 那初三的部分是早上7点到下午5点 那北上的部分是收假最后两天的部分 就是初四的中午12点到下午6点 那初五是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 那这个时段内我们是可以开放大客车 在交通尖峰时段来行驶路间 那大客车在这样的一个策略下 它的行驶输花改的一个节省时间 大概是40分钟到60分钟 开放大客车行驶路间的路段 包括了输澳到东澳 南澳到和平 河中到河人等 开放路间的宽度是3公尺 行车速线为时速50公里 并且要和前车维持100公尺的安全车距 和左侧主线车道车辆 要保持横向的安全距离 公路局也提醒民众 春节期间行驶梳花改道路 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 借里会欢迎视报导